丰山区是全高雄人口最多的选区 演一次这次立委选举战况激烈 现立委许志杰站上战车 所到之处民众热情回应 不能看出他的基层实力有多雄厚 丰山区上次地方选举蓝大于绿 许志杰力拼三连任 把握选前最后时间 努力换旗选民印象 步调到最后就是扫街车队 扫街走路扫街 然后早上起来公园拜票等等 这些就是让群众再一次看到你 许志杰两任立委期间表现优异 但就怕选民不投票 因为这次竞争对手可不少 凤山区七抢一战况激烈 蓝营的李雅进也积极地扫街败票 希望积出蓝营选票 两车队几乎同时出发扫街 高雄这个在2018年绿地变蓝天的地方 绿营有多想收复 赖清德也积极固装站台 2012年邱志伟成为绿营首位 大岗山地区立委 这次挑战三连霸 对上被蔡阿嘎评选为 十大正妹立委候选人的黄韵涵 这一次高雄立委 民进党还能不能够八仙过海 八席全拿 绝对是关键指标 关键新闻林维凯 王家杰 黄韵诚 高雄报道